拿去搞一下 100斤材质到底能出多少油 很多朋友都说 我们四川的材质油超彩香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的材质油到底是这么制作出来的 今天这个天气 真的非常适合看材质 不想牵头纪念 有门有热 衣服都就要出来睡 看见了 今天特别看条泻出来哦 一个小时全部看完 接下来就是凉晒 7天左右就可以开打 材质已经晒了一个星期 今天就准备搭上一搭 但是现在材质上还有一些卤水 先给它晒上一晒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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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 打完 衣服真的是死了又干 干了又死了 以前我的收锅机的时候 做明不不收柴子 整个一年夹一年夹大 还有打柴子的时候 里面要选择天气比较大的时候是最好的 绝把头壳壳 再晒得酥 才能紧壳 把柴子打干净 这里想起北京的麦炭欧中曾说过 壳垫身上一阵阵 心有弹剑 也减寒 它这些壳里面 尤其还藏着柴子 再晒一段 第一次用粗扇子晒了过后 里面还有很多细地材质壳 上细扇子 晒上一晒 晒了两次过后 里面还有一些杖子 再晒一次 一二三 不错 收工 提醒它 店家事不错 它昨天大概有厂子 晒上一晒 来到一天了 要把它拾好 把它拾好 就这样 都闻得出来菜汁的浓浓浓香味 等下来盛一下 这四分底到底搭好多盛子 上盛 盛上一盛 拿去勾一下 一百斤盛子到底能出多少油 两百斤的盛图 对啊 加上这十斤 总共二百年十斤 明天炸油 记得原来销售炸油 都是人工串 人工搅拌的 天上都是通过这根管子 洗到炒锅里面 洗上的菜汁 会在这个锅里面 进去看出 出油了 出油了 刚炸出来的菜汁 里面还有很多炸子 等一下还要进行过滤 炸出来的油已经开始铭心过滤 炸出来的菜汁 炸出来的菜汁真得太香了 炸出来的菜汁真得太香了 二百年十斤菜汁 中共炸出两酸油 上炸 中共六十三点一二 二百年十斤菜汁 出油六十三点一三 出油率百分之三十一 干酒还可以 拿回去做吃点 新菜汁油 必须整个回锅肉来吃上一次 菜汁油拿一半手 下五花肉 下豆瓣酱 下孙子 青红辣椒 豆油 少来点猫猫盐 准备起锅 这个磨点碗干饭都只能做完 开饭了 嗯 辣子 辣子 灰锅子 万事就得用菜汁油炒的吃起来给你香 想想我们吃穿菜汁的小伙伴 小伙伴 你懂得